現在呢 從這個慈濟 打到蔣萬安 在槓上蔣家 那麼同時呢 陳時中也來出來切割了 說自己要對自己的言論負責 不需要跟誰勾在一起 因為對手陣營喊出說 投陳時中就是投周遇寇 不過過去其實兩個人 大家也還記得嗎 常常有一些這個爆料 都是Coco姐先爆出來的 是不是 其實關係還不錯 現在這個時候來做切割 其實陳時中跟周遇寇的關係 在疫情爆發時間 大家都很知道 常常搶先爆 對 周遇寇先都能夠預宣知道 所以他們兩個的關係匪淺 但我真是覺得臺灣 怎麼有這樣的這種低級的媒體人 面對一些跟他不同的意見 他就如同剛剛洪輝姐講的 潑腹罵街 還有用一些低級的言語 以邀言獲重 只要跟他預見不一樣 就是中共同路人 那我跟你講 到底慈濟是不是中共同路人 誰是不是中共同路人 但我只知道周遇寇跟陳時中 絕對是同路人 真的啊 周遇寇跟民進黨也絕對是同路人 只要跟他意見分歧 就是抹紅抹黑 就這樣一貫的做法 那周遇寇女士 他也是我們臺灣法院認定的一個亂象 多少的官司他都探陪嘛 所以臺灣怎麼有這樣低級的媒體人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或許就是有那一群 他的受眾 低級的媒體人 應該還是有他那些低級的受眾 我只能講這樣而已 是 我們可以看到 這寇姐曾語出驚人 那麼這回他在節目當中 痛罵慈濟 當時誰呢 陳時中就在旁邊 聽了也只能夠點頭啦 也沒有多說什麼 那麼亮哥就說了 這個就是綠營養虎一患 養出個超大隻的1450 是不是還不管他說什麼呢 那麼現在陳時中 當場不能說什麼 但事後來做了切割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切割還來得及嗎 看起來沒有辦法吧 大謙哥 大家剛剛聽了說 這個柏奇哥講的 剛才柏奇講的一針見血 他剛剛已經提到了 先不講誰是誰的同路人 但是至少我們知道 Coco姐跟陳時中 或者是Coco姐跟民進黨 可能是同路人 也許還是自己人 才是他自己說的自己人 所以這個時候 你說陳時中要來切割 大概蠻困難的 我想對於在野黨的角色來說 當然如果民進黨 真的嫌票這麼多 那麼周宇寇要出來 在這個檯面上到處放話 流淡四色 那麼其實我們也樂觀其成 那我可能還謝謝Coco姐 謝謝她 因為Coco姐最近的放話 讓我們原本一直很擔心的 蔣萬安的能見度跟曝光度 還有討論度都可以大幅的提高 而且這大幅的提高 還是正向的提高 並不是負面的提高 那麼因為Coco姐這樣的放話 幫民進黨得罪了全台灣 人數眾多的慈濟功德會 那麼我想這些師兄 這些師姐 大概也投不下民進黨了 那這些都要感謝Coco姐 因為這些遍布在台灣 各個角落的師兄師姐 最後至少不選民進黨 對在野黨來說 可能有更大的空間可以爭取 那Coco姐這論述 其實都還蠻妙 而且蠻奇怪的 就是說現在選市長的是 蔣萬安跟他爸 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你現在這個時候 把他爸扯出來是怎麼回事 那以後選舉大家都要扯 每個人的爸爸就對了 然後你第二個 我覺得更奇怪的 他就轟慈濟什麼呢 他說因為慈濟有一個叫做 赤子之心的連續劇 被中共批示台獨劇 就趕快下架了 他說這還不叫中共自己人嗎 這兩個問題 這第一個問題 他的下架究竟是不是因為 中共批了他 他所以才下架 這個慈濟可能會來做個說明 但是如果是在台灣 去播這個劇 沒有任何一個人會因為中共生氣 就把這個劇下架了 這在商業 這個商務模式上完全講不通 第二如果你真的要說 慈濟是中共自己人 那麼慘了呀 那麼今天全台灣 慈濟功德會的師兄 是有多少人啊 這些人都是中共自己人嗎 就兩岸已經提前統一了就對了 反正你們民進黨講的 這個國民黨也是中共自己人 民眾黨也是中共自己人 每一個煩你們都是中共自己人 現在連慈濟功德會都變成中共自己人了 那全台灣都是中共的人了 這怎麼會講得通呢 就你把整個慈濟功德會 這個幾十萬的會眾 全部都推到了中共那一邊去 所以我才說 有周遇寇這樣的角色 今年年底的選舉一定會很熱鬧 我們身為這個在野黨 挑戰執政黨的這個立場 我們也感謝Coco姐 在此時此刻祝我們一臂之力 因為你講的越多不管是陳時中 或者是民進黨其他的候選人 就票就越少嘛 這就是一個現實 是好那我們看到 Coco姐這回是從疫苗開始批嘛 一路批一路批 好那這個逆風烏鴉就說了 其實顏波文他說的呢 也不是什麼新聞 大家都聽過 採購疫苗這個雷啊 始終是沒有被拆除的 那陳時中是什麼人 當事人嘛 所以只要提起來就有話題 那陳時中現在也來出來做一下解釋 他說政府是不可能擋疫苗的 如果有擋的話 就是中國的滅火疫苗 可以看到他只承認這個部分 其他部份他說不可能擋 針對呢 現在在國民黨的說法 這些等等他都來否認 因為中國的疫苗也 滅火疫苗他也不該擋 說實話 他說如果有嘛 那他就是 也就直接把它點出來了 對啊其實也不該擋 說實話人命貫天 你能拿到疫苗就不錯了 所以可見他的腦袋他不是人命 人命放在第一個 他是政治放在第一位 政治掛帥 這種人沒有資格做專業的這種事情 專業考慮只有人命 所以在這種關頭的時候 居然配找一個這樣滿腦子 政治人去做我們的防疫 中止虧關 防疫搞成這個樣子 落跑了 對又落跑了 你說是不是一定的事 那蔡這個周玉寇的話 事實上你看他的一貫的歷史 其實他便捷很多次 他早年非常支持國民黨 然後來他國民黨他看不行了 那個李登輝下台 他就去追他去參加這個 這個台聯黨 還想要在台聯黨選舉 我都記得後來呢 台聯黨也沒有了 都完全投效於民進黨 那原則是什麼 就這個這幾個黨有資源的時候 他就跟誰 那現在台灣的資源都在民進黨 所以他好像義正言辭 講別人都講 他對於基本上林志堅的抄襲 他有講一句話嗎 沒有講一句話 難得噤聲 對沒有聽他講一句話 他對於這個林志堅的棒球長 是他有講一句話 沒有啊 對他只對我們這個國安局長 陳明通有講過 因為他深受陳明通之害 因為那時候要提名陳明通 他有出來講 這種人見到女人就好 毛手毛腳的人 怎麼可以做國安局長 你們可以去新聞看 他只有講過這些 因為侵害到過他 所以他本人深受其害 另外一方面 陳時中去做疫情之外 去喝酒去跑塌 對不戴口罩 唱歌 唱歌他有講一句話嗎 所以說穿了 他不是一個媒體人的表現 媒體人基本上是什麼樣 是很平衡的報導 公正的 而且是不選選擇性的 那這個既選選擇性 報導又很誇張 所以我覺得他基本上 基本上是屬於1450那一類的 而且是大咖的 超大支的 超大支的 像那個 我覺得那個郭委員講的很對 就是一個超大支的1450 那他這個中間 最近有人在查 他這個他開的公司 拿到了很多標案 名字獎標案 那為什麼他可以拿到標案 所以這個後面 我覺得還是利益 一個完全被利益 利益所指揮的這樣子的一個 你這樣子表現 你就可以 我也贊成他繼續 繼續在什麼就是好像瘋狗一樣到處亂咬 你去連慈濟這樣在我們台灣人心目裡面 很有地位的一個慈善機構 走到世界各地都讓台灣人覺得面上有光的慈濟 居然會碰到這樣的人 所以你看 沈副總講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這樣子的人 沒有一個國家會對待自己國內 這種從事善心事業的這樣的慈喊團體 而且公信力這麼高的團體 因為政治的原因 然後用這種低俗非常不入流的 然後基本上還非常沒有根據的 跟亂咬亂扯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這場這個 如果說今年民進黨敗選的話 那麼他們應該檢討的第一個人 就是這個周宇寇 那事實上這個陳時中 事實上他不必說了 事實上這一次 慈濟出來講這句話 已經把他的所有底都講清楚 就是政治干擾 就是政治干擾 那今天我們今天很 客觀的坐在這個節骨眼的時候 你身上打的 我都記得我可能兩劑身上打的這個 疫苗都是這些民間團體 那一千五百萬劑的中間的 我就不覺得我們有打過 今天陳時中引進的疫苗 對其他很多打AZ疫苗的 對不起AZ疫苗很多是人家捐的 我們在最需要的時候 不是捐的就是民間團體 幫我們買來的 請問他買的在哪裡 他從頭到尾只照顧一個一支疫苗 他也不要講什麼大陸滅活 他只照顧一支叫高端 高端現在發現 就是打了這個生理食鹽水 第一個有沒有效果不知道 第二個打了沒有用 你出國什麼都一大堆問題 你不是欺騙嗎 我只高興這個高端打了兩個人 我覺得一點都不冤枉 一個蔡英文一個賴清德 是該打這個疫苗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他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 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 嘗試看 你說 什麼